影片都在教學論壇裡面我會PO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每次上課其實會有一個有機可循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是第六 時間是第七次啦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 那當然呢 講到的部分都會錄下來 並且會有一個 等於是每一段每一段的名稱 我盡可能把它詳詞的記錄下來 所以回去的話 你假設哪一段比較不熟悉的話 那回去就是可能針對那個部分 去再去看一下 因為上課有時候很快就帶過去 那有些同學可能會跟不太上 或者說你可能大概知道 可是問題是城市還是會有一些bug 比如說可能run的時候發生錯誤 那當然有必要一定回頭再看 因為城市就是一個地方都不能犯錯啦 而且有時候聚齊錄置錄下來 哇城市碼這麼多 那有一些地方你如果漏掉 那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呢我們大概重點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上個星期 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會是那個多蘭的折線圖 那一樣就是說那個美元一直到 可能人民幣啦日元等等的 那那個折線圖非常多 那你要把每一個每個都把它繪製出來 就像類似這樣 那我們大概第一階段其實 其實我是都是有一個階段的 所以你會發現我會先畫什麼 畫那個美元折線圖 那美元折線圖畫出來之後 再畫人民幣折線圖 那如果一個OK 兩個OK 你就大概可以把這個後面的 因為其實都有一個邏輯性嘛 反正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第四一直往下 那總共好像有十幾個欄位 那其中的話比較特別 所以這個都可以當範本啦 以後基本上繪圖 主要就是會有兩行的敘述 反正這兩行裡面用到最多的 第一個一定是畫圖 那畫圖的話一定用到這個方法 叫add charge2 不過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add charge2 我記得好像這個版本也有差別 如果你是用 Excel比較舊的版本 我不確定哪一個版本 Excel的2010好像 我不確定 如果你們看看 如果你的版本比較舊的話 那它會出現的 錄製下來的東西就不是add charge add charge2 它是add charge2 沒有這個2 OK 那版本不太一樣 不過用法好像 記得差異性不大 但是還是有差異 那怎麼知道 那個add charge怎麼用 我是建議啦 因為我的習慣還是一樣 按F1 其實F1裡面就有跟你講說 你參數要怎麼加啦 反正它要哪些參數 那你就給應該要的參數 而且那個參數基本上也大概雷同 就是一定是哪一種的 比如說 圖表的樣式嘛 所以千兩個 不過add charge我記得好像只有一個 這個我不確定 你們可以再看一看 然後後面的話 一樣是坐標 坐標是水平的垂直的有沒有 然後再來寬多少 然後高多少 然後大概 add charge好像沒有這個點 然後再加一點slate OK 我記得啦 如果你假設你做的版本 反正方法一樣 你用錄製的 然後看一下 然後再加上它的座標位置 然後再加上它的寬跟高 那其實畫出來的結果也會一樣 第一個 第二個一定會有什麼 所以上面畫圖 第二個的話再給資料 所以第二個的話 針對 因為已經add一個chart 那add charge有點像是 動詞裡面畫一個圖 所以你畫一個圖之後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物件 叫做chart 所以那個圖的話 你可以 所以 一定有先後的次序 先畫圖 再給這個圖的來源資料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sourced data 那請問一下 你畫完圖之後 你的資料來源在哪裡 所以這個active指的就是上面這個 因為你畫完之後那個圖 所以畫了那個圖 所以activechart的來源 跟我講一下 到底你這個資料你要怎麼畫 那你告訴我一下你的那個來源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來源sourced 冒號等於就是這一個 OK 這個範圍 所以我們就指那個範圍 跟他講你幫我畫這個圖 前面好像有特別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sourced 冒號等於 它是一個參數的名稱 那如果說將來 假設參數名稱只有一個 其實我習慣會把它刪掉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個參數名稱 如果只有一個 或者是按照順序放的話 其實那個參數名稱 什麼冒號等於的話 是可以不用加的 沒有關係 OK 當然你說老師我加圖 你加也可以啦 只是說當然相較之下 因為有的時候我習慣 怎麼樣 城市少寫一點 當然越好 有時候我會想要把它刪掉 因為如果多一些東西 感覺就會比較累贅 OK 好 所以我先留下來好了 那你會發現 第一個 一個美元折線圖有了 然後再來就是人民幣折線圖 有沒有 畫完 你再把兩個 它之間的差別把它抓出來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該怎麼改 那其中 我就推哪個 比如說第一個 它這個M1會變成M11 有沒有 這兩個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這個sourced data sourced data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 其實理論上 因為上面這個是連在一起 A欄跟B欄 所以它其實 理論上應該要分開來兩個範圍 一個範圍是 AXO的資料 所以 A1到A39 實際上指的是日期 OK 所以那個日期 豆點 特別是 這個 千萬不要在這邊再加一個雙引號 有沒有 然後豆點再加一個雙 變兩個參數那就不對了 它其實是一個參數 不可能有兩個參數 Range裡面你不要隨便給兩個 所以我發現很多同學 錯都錯在這邊 記得喔 這個好像滿常發生問題的 記得 然後所以上面這個 理論上可以改 那改什麼 其實如果它改成跟下面一樣的話 那怎麼樣 你Ctrl C 上面的部分 有沒有 就可以改成A1 這個一樣 這個就是日期部分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這個地方 改成B嘛 B1到B的39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39將來會變動 所以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這個變動的話 可以用追蹤的方式去取得那個 最下面那個列 所以喔 我們大概知道 推論之後 大概就知道 會有這個跟這個地方的變動 然後還有這個跟這個地方的變動 所以呢 我們又要想一個方式 可以讓它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1 那應該理論上第三個 這樣推的話 應該就是再加10 就變21 再加10變31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可以想個規則 至於那個規則喔 其實我也想了很多種方法 後來用K比較快啦 K等於1 就粗子值 然後底下就K等於K加10 應該是想到的方式最簡單 當然你可以用I來代也可以啦 只是用I要寫個公式 好像同學接受不高 不過好像有寫在白板裡面 你們自己再想 那你問老師 那我想到更簡單的方法 可不可以 反正你只要能夠 在一個回圈裡面 讓它每一次都加10的方法 都可以 那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覺得最簡單應該用K啦 K真的還滿好用的 以後如果要加1的話 那你就K等於K加1 如果要加2 就K等於K加2 這個是加10 那初始值就是它第一次應該有的數值 所以是等於1嘛 所以上面一定是K等於1 初始值喔 然後底下的話 每跑一次就K等於K加10 現在還滿好理解的 所以程式應該是這樣啦 程式應該越寫越簡單才對 千萬不要程式越寫越複雜 自己都看不懂 更不要說別人看了 真的 我之前剛開始會越寫越複雜耶 因為我覺得好像越看不懂 好像感覺程式越厲害 但我覺得後來想一想 幹嘛把自己 就是寫一個程式讓自己考倒自己 沒有必要 所以後來越寫越簡單 所以我寫完之後 我自己還會想想看 有沒有更簡單的寫法 有的話我會把前面一個版本推翻 所以你會發現我寫的方法 其實有好幾個版本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盡可能想一個 邏輯越簡單越好記的一個寫法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這個當然也沒有絕對的 所謂的絕對的答案 因為你認為簡單 我可能不認為簡單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要怎麼去寫那個程式 恐怕就是思考看看 所以這個 然後變化之後底下應該就有答案了 所以後來的話 我們就加了一個什麼 我用k k等於1 k等於k加10 有沒有 就是這個地方 在回圈裡面 然後回圈範圍的話 因為有10個嘛 ok 所以for i等於1到10 然後每跑一次加10 每跑一次加10 那至於第二個部分 就是那個b,c,d,e 一直到k有沒有 那我用一個方法 就是這個地方 用什麼 用mid去切割 至於說 你說老師那我有別的方法 各位可以 反正你只要能夠產生一個文字 它是可以b到k的 而且每跑一個回圈 就抓一個字的話 那都可以符合 ok 所以你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別的 有一定有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用askego內碼表 可以 但是有沒有比較簡單 倒也不一定 ok 所以你如果習慣用那個內碼的方式 沒關係你可以寫寫看 那如果你實在想不到 我乾脆用我這現成的方法吧 那以後你實在沒辦法 你就乾脆套我這個拿來當範本 我覺得也是一種方案 ok 不過前提是你真的要理解 你不要只是硬背 我發現硬背真的最後會忘記 ok 那其他的話 就是全部折線圖就跑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把圖給刪掉 這個可以拿來當範本 因為反正就是 只要裡面有那個char object 就是有圖的話 那我把那個char object 全部delete掉 那這個指的就是 所有的圖喔 但如果你要個別個別一個圖 哪個圖的話 恐怕還要重新指定 那目前我們用最簡單的好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 把它變成兩欄的 哇兩欄上禮拜 就是講這個 那這個地方主要 就是在改一個什麼 怎麼樣讓它可以變兩欄 我有推論嘛 所以推一推的話 其實基本上一樣 可以在美元折線圖2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把可能會改變的地方稍微改 哪些地方會改 第一個 其實主要就是它的那個量欄嘛 所以本來是乘上10的 可以把它改成乘上5 有沒有 那一個放左邊一個放右邊 所以要能夠達到全部折線圖2 這個指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要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的話 那其實關鍵就是說 怎麼樣讓它 當它單數的時候 擺在左邊 當它雙數的時候擺在右邊 OK 這個是上個禮拜應該最難的地方 所以如果假設 不過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還滿難的 要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真的還不容易 所以根據推論 這個大概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要放左邊跟放右邊 所以喔 記得喔 你要讓它 K等於K加10的時候有沒有 一定要在雙數的地方 你不能在單數的地方 有沒有 所以K等於K加10的話 在單數的位置 你不能換到下一個 不然如果單數也換到下一個 它會變成什麼 它變成斜斜的 有沒有 走那個有點像是斜斜的 這樣一直往下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我要判斷它是奇數還有偶數的話 那我用了一個邏輯 就是這個地方 一幅有沒有 所以啦 我要怎麼判斷 到底它輸出的時候是單數 輸出還是雙數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球魚數嘛 除以2之後的餘數 所以求餘數喔 特別是這個叫mold 求餘數 所以喔 當I這個詞 當1的時候 1除以2的時候 於多少 於1嘛 所以喔 美元應該就是單數的 那單數有單數的解 所以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 應該在哪裡 應該是個K 有沒有 所以喔 我這邊主要是 它應該是放在M欄 因為你可以看到 左邊右邊嘛 這邊應該M 這邊是R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讓它放在M 那如果說假設偶數 人民幣的話 那就放在R 一樣用K 所以他們都放在同一個水平 那只是不一樣的地方是 偶數的地方 有K等於K加10 但是呢 基數的地方呢 你不能加喔 不能加的話 變成它會多跳一個 OK那就不對了 這個也是上禮拜最最最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假設對於這一段程式嘛 還是 是懂非懂的話 可能就是再把上個禮拜 這個部分 再稍微看一下 其實應該也沒有那麼不容易理解啦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要畫這麼複雜 因為沒關係 你如果不這樣用程式幫你畫 那你就變成你要圖法練剛畫 那不得了了 如果你資料量非常多的時候 你每天都剛剛畫那些圖的話 你應該會很浪費時間啦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大量資料的話 你就寫一個程式自己幫他畫圖 而且你可以甚至畫在你想畫的位置上面喔 但是我們上禮拜最後 其實又多講了一個東西 不過這個等於是補充的 因為喔 理論上應該是畫在另外工作表 你如果畫同一個工作表會太擁擠 有沒有 可是喔 跨工作表是最麻煩的 因為上禮拜就馬上有同學 一直投有點像是撞牆了 因為搞不清楚 也是應該是自己本身的工作表 還是另外工作表 那這個就很容易造成錯誤喔 那當然上禮拜我特別強調啦 你們這個算是補充啦 所以又有一個全部折線圖3 所以等於是全部折線圖有三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單一欄 第二個版本是兩欄 第三個版本就是放在另外工作表 或者是說放三個欄位啦 這個全部折線圖應該是三個 因為iMOD3啦 所以如果你要三個欄位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個版本 MOD除以3的余數 所以可以1、2、3 但是這個又變多重Replay 那這個我說啦 我上禮拜有講到這太複雜了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同學 自己不妨回去試試看 就是畫三個 美元、人民幣、日元 然後再換下一個三個 那邏輯也差不多啦 所以如果兩個你做得出來 三個我想應該也沒問題 甚至四個、五個應該也沒問題 所以以後你要做出所謂的 像Power BI裡面的Dashboard 就是儀標版的話 其實道理一樣啊 只是說因為Power BI的話 它已經客製化了 它固定放多大、多小 其實它有一些設定沒辦法改 但是如果你用VBA的話 第一個你資料其實滿彈性的 你自己要怎麼畫就怎麼畫 所以這個三個欄位的話 就是給各位去做列印 另外改成跨工作表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滿難的 但是我有一直強調 因為跨工作表其實真的很容易出錯 所以可能要特別小心 就是你放在哪一個工作表 那當然工作表會需要學一個物件 叫序值物件 所以你可能要先確定你現在 到底在哪一個工作表 如果是那個工作表 就是ActiveShoot 你可以用第幾個 用瓜胡第幾個 或者是說瓜胡裡面也可以給一個名稱 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自由的 把圖畫在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這個我想有興趣的話 不妨各位可能就是自己在練習看看 因為尤其後面像是三欄、四欄、五欄那種 那就非常複雜 更不要說你還要跨工作表了 OK 可以回去試試看 如果有問題的話 當然可以提出來討論 這個如果你都可以很就熟的話 我相信以後你在處理一些 怎麼樣把數據 快速的大量視覺化 那應該是會蠻方便的 有沒有 你馬上要什麼 就馬上一按 馬上要看什麼 公司裡面任何的一些 比如說產品的銷售狀況的話 馬上可以看到趨勢 哪一個東西賣得很好 趕快大量補貨 哪一個賣得不好 趕快出清了 不然的話 等到你已經發覺不太對勁來不及了 所以你要隨時觀察 每一個東西的銷售狀況 或者人員的業績等等 所以這東西如果做出來的話 真的對於下決策其實非常的棒 OK 但是需要有人去做 要怎麼樣做得又好又精確 然後又符合大家的使用 我想這個地方 還是請各位回去再多多練習 那影片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我們的論壇裡面 都有了 所以第六次上課這邊連結 OK 回去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所以上個禮拜的難度 其實已經又向上一個層級了 OK 所以回去剛剛我講的東西 如果假設你還是有點不太清楚 回去就是再花一點時間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再看另外一道題了 請各位往下好了 因為這邊我有另外一道題 也是一樣從開放資料裡面找到的 尤其像那個快要到夏季了 夏季的話其實大家會關心說 到底那個用電夠夠 因為一直很擔心說 隨時是不是要會跳電 有一段時間好像很容易跳電 所以我一直想說 家裡是要買一個發電機 不然隨時跳電的話 那真的很麻煩耶對不對 尤其是夏天 夏天沒冷氣已經很痛苦了 至少還有電風扇吧 所以我在想說 家裡是不是需要有一個 什麼備員的電 那你當然要知道說 到底目前台電所提供的資料 到底是不是足夠 如果不足夠的話呢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準備 對 當然他提供的資料裡面 其實我大概看一下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 然後我這個是放在第一個單元 所以雲端白板裡面的 這個等於是應該是1-2 這邊有這個檔案 然後一樣是在那個美元的下方 我們那個這個外匯資料的練習 等於是第19頁的地方 我會有一個 這個列習 那一樣就是這邊 我們會有一個叫台灣電力公司的 那個鄉鎮的一個連結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主要是從那個什麼 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我是取到底這個下載 好像是下載瀏覽次數最高的 所以大家其實都還滿關心的 那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是把它分成從104年 到110年 那這個本年度應該是 本年 本年應該112 可是他好像資料沒更新 所以本年好像感覺是不是 111年的樣子 OK 所以這樣看起來他是提供了 104到111年的這個用電資料 那假如說我們取用其中一個 你可以檢視一下 這邊有一個連結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假設我用他這個111年這個好了 最近的 那你把它點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他會可以下載 那只是說他提供的資料應該 我記得好像是UTF8 所以如果你假設直接開應該是亂碼 那如果你也不要是亂碼 打開奇怪 怎麼他不是亂碼 那顯然他上面標的雖然UTF8 但實際上好像就不是 我看一下 因為我不確定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用那個檔案裡面 我前面講過 如果亂碼你可以先開一個空白的活頁簿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利用什麼 用資料 這個有點擋到了 用資料裡面的什麼呢 這個賄賂啦 從其他來源 那理論上應該會有一個CSV 不過這邊好像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CSV的話 其實它是文字檔 所以你假設這邊沒看到的話 你可以從文字檔 然後找到哪裡呢 找到下載裡面 我們剛剛這個 把他下載下來 其實匯錄 資料裡面的 這個不是其他 因為新版好像會有獨立出來 但是舊版好像就是直接就放這邊 那你再去抓 那其實跟那個直接開起來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它會經過一個 就是偵測與系的這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點擊匯錄的話 他應該會去檢查一下 這個到底是什麼編碼 看起來好像UTF8 為什麼UTF8可以直接開 難道這個版本它自己會調整嗎 OK 好啦不管 反正如果賄賂的時候是亂碼 那你可能改一下 改成資料裡面的從文字檔 然後把它抓進來 那你會發現它與系是自動抓對了 所以UTF8應該是沒錯 那當然其他還有像如果錯的話 像這邊有一堆語系 我們應該是這個啦 950有沒有 BIG5 如果是BIG5那就不對了 所以我不知道 是我們這個版本它會自動辨識 其他地方好像如果 就是它會 UTF8好像會出錯 好不管了 因為現在那個 Excel的版本其實真的 滿多 新的版本跟Jew的版本 還是後多的差別 OK 那下一步 然後 那分個符號一定是逗點 這個TAB打勾取消 然後下一步 然後其他的話當然就是直接完成好了 就把它直接匯進來 不過好像有個問題耶 它那個欄位名稱就變成一般的 我看上一 它是不是有一個選項 這邊可能要打勾一下 我的標題喔 我的資料是有標題的喔 這個沒打勾的話 它可能上面就不會把第一列當欄位名稱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一直覺得怪怪的 OK 所以跟它講一下 UTF8這沒問題 然後記得這個 又用逗點 然後下一步 然後最後其實就完成就可以了 它會自動倒到那個 A1的位置 完成 A1 然後你可以選別的地方 按確定 OK 就直接幫我把它倒進來了 但是這個版本 感覺好像又不是最新的 所以它理論上好像也還是用Creditable 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版本是哪個版本 我記得你可以從檔案裡面這邊點擊 是不是帳戶吧 帳戶裡面有個關於 關於裡面的話這邊就出現了 它這個是Office的2016 2016也很新啊 但是你會發現這幾年的版本好像都會差異比較大 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先稍微複習一下 另外的話 就稍微看一下那個 台電的這個資料 台電的資料 我看一下下載的結果 它下載結果居然是112年 真的是今年的耶 那它這個上面的資料 是不是少了一個111年耶 去年的居然沒有耶 所以等於是說看得到 它這邊的資料 是少了一個年份 OK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只要是來做一個練習 它這個資料其實還滿龐大的 從下載的空間 那裡說 好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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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